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知道 那个时候这个芭蕾舞剧《红色蓝军》 已经是红遍全国了 那个讲的就是海南嘛 对吧 那里边就是我编斗笠送红军 我那个时候在深圳的一个公司工作 借着出台的机会我也很好奇 就想到海南来看一下 等于坐了一整夜的长途汽车 坐船它要等很多天 坐飞机也不是那么方便 说最好是坐长途汽车从广州出发 这海口是就浮现出来的 在海平面上非常壮丽 确实是很像那种海市蜃楼 令人十分嚮往 等于说在海的对面就出现一座城市 那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所以我们船上的人都满怀着这种向往和期待 都跑到甲板上去看 一直站那看 看那个开到港口 海口呢给我的感觉 总体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城市 它的规模也不大 人口也不特别多 每个人在这生活承担的这个经济压力不是那么大 节奏也比较舒缓 这种环境呢实际上是最适合于创作的 因为创作呢 它需要有一个比较扎实沉稳的心态 海口市的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 从我接触到海口那天起 它就容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 它等于说是一个多元的文化 它才能显出那种宽松宽容 自由和开放给很多人提供了奋斗的最初的那个土壤 包括现在在商界赫赫有名的很多人 都是在海南起步和在海南有过奋斗经历的 这就证明海南的它的包容度是很强的 将来怎么把海口文化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它是有直接关联的 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思想上的自我束缚打开 我们面向全国 我们就能得到最好的资源 得到最优秀的人才 自由 是意 安选 第三个词 就能概括我心目中的海口 所谓自由呢就是 它没有那么多的历史积淀下来的包袱 没有那么多看人看事的条条框框 它是鼓励人们这个自由发展 实现个人价值的这么一个地方 诗意呢就是说 这个城市的规模不大不小 人们这个对人对事的评价也不是那么严苛 人们对这个生活节奏的要求的也不是那么紧张 是吧 这就是诗意 完全是符合人的本性 这么一个地方 自从学会开车以后 我还没出岛过呢 因为我们海南的这个高速公路是不收费的 我就没有上过那种收费的高速公路 很想出去走一走 在内地这个高速公路上一直都开始到 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也是非常发达的 道路非常好 非常漂亮 非常壮观 尤其是越北 江南 这一带 景色非常奇特 那个是一个城市人 你是体会不到的 我那时候就想人们朝九晚五的上下班 很少有机会在这种 智业里几乎看不到什么车 只有这种公路 一直绵延到天际 到迪明县 这种壮观景象 你很难见得到 齐楼这种建筑 它最早它是希腊的一种建筑 通过南洋传到这来的 那个时候不是拿来主义吗 是吧 海口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它也算是一个通商港口 它是呈现住那种蓬勃发展那种面貌 城市建设和商业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它是有那个景象 那个景象怎么来呢 就是因为拿来主义 就是因为开放 海口 这个地方要永远开放下去